掌尊是王林在洞府界内遇到的劲敌 作为太古武尊之首 掌尊不仅实力强大 心机更是深的眉敌 上一代封界至尊就是死在掌尊的阴谋之下 对于王林掌尊更是欲杀之后快 但是连续数次被王林逃走 现在更是被王林用黎广宫射掉一命 吓得掌尊和界外其他大能 再也不敢踏入界内一步 为了解决这件事情 掌尊请自己的师尊出山 亲手打开了叶末坟墓的封印 放出了里面的妙音天尊和大荒上人 命令掌尊重新政和太古武尊和界外所有大能 再次入侵界内 而此时的王林正在与西子峰渡过镇守边疆的第一年 二人喝茶饮酒好不快活 然而下一刻王林双目杀鸡暴闪 他感应到界外直袖 终于来了 一辆辆战车 骑上披着着不知为何瘦的皮毛 乍一看根本就不像是战车 而像是一头头远古凶手 瘦皮上一鲜红的颜色 化作一个个复杂的印记 闪烁中血光忽明忽暗 把这漆黑的星空映照的一片诡异 除了这些战车外 还有一声声惊天的咆哮 吼震星空而来 随着吼声的回答 却溅在着十万修饰的后方 无尽星域中 有一个巨大的石碑 被数千赤裸上身的修饰 扛在身上 缓缓地向前飞来 这石碑约束千丈大小 一股沧桑的气息 从其内扩散出来 笼罩四周 更为惊人的 则是在这石碑上 有九条铁链蔓延出来 这九条铁链每一个上面 都拴着一个巨大的棺木 每一个棺木 都有数百丈之党 此刻摇曳中 远远一看 如同一个八爪鱼一样 触目惊心 这就是戒外 重新凝聚出的力量 红沙转轮大阵的第一阵 戒外太古星辰 死亡的修饰诸多 此刻这里凝聚之人 可以说是戒外的极限 王宁看着阵法外的这些 争鸣的戒外修饰 眼中寒光越蓝越浓 他身边的西子凤 面色苍白 看着这一切 心神震动 王宁从盘膝中站起 他屹立在天皇炉上 一头白放五度 西子继续温角 王宁话语平和 说出之后 其身子向前一步走去 白衣飘动 自有一股飘逸的气质 弥漫全身 西子凤原本震动的心神 在王宁这一句柔和的话语中 立刻平息下来 抬起其美丽的琴手 西子凤展颜一笑 伸手把脊里飘在额前的 青丝万在耳后 点头庆一声 轰鸣在阵法外惊天而起 十万修士并未完全靠近 而是在万丈外停下 他们显然知晓 王宁与之阵法的强大 此刻停下后 一一盘系而坐 双手恰觉中 确实起起点在眉心 这一点之下 立刻这十万界外修士的元神 骤然一一飞出 弥漫在星空中 十万元神的出现 散发出了万丈光芒 杀就把这界外的漆黑星空 完全的硬照开来 在这十万元神飞出的同时 大军中的五个第三部大能 他们已经是界内大能中 除了有限的几人外 最后的五人 这五个第三部大能 他们没有参与界内之战 而是作为后续的力量 在界外守护 但此刻 他们不得不走出 常尊会的风靡一下 整个界外 即便全部死亡 也要死战一场 此刻 这五人盘系而坐 彼此呈一次排列 他们知道王林的强大 更是知晓 凭着自己的修为 即便是五人围攻 也绝非封尊王林的对手 但有十万元神的辅助 有常尊会传下的远古秘书为以 他们自认有一战之力 盘系中 五人双手掐绝 齐齐按在身前另一人的后心之上 后面之声惊天而起 五人的力量 在这瞬息间完全地融合 直奔最前方的第一人 最前方的第一人 是一个白发老者 此人神色凝重 在身后四个 倒有力量轰隆而来的杀 他头发无风自动 双眼爆出了夺目的金光 已无修为 已无血脉 引远古大树 开天之道 一道空灭 老者低后 右手抬起一只上空 立刻就一道强光 从其手中骤然飞起 在上空化作了一把万丈之长的大剑 此剑一出 四周的十万元神轰然而来 骑骑融入着大剑内 使得此剑顿时就无上气势轰然而出 斩 白发老者猛的一声大吼 右手向着前方亡灵三大本源 所化的转轮之阵 直接挥响 随着其一挥之中 把万丈大剑轰鸣而起 凝聚了十万元神 凝聚了五个大能的全部力量 更是一只远古之数 在诡异的转化中 形成了一股开天之力 轰隆而落 远远一看 这一幕极为清晰 一把大剑呼啸间 急速地膨胀下来 从万丈瞬息暴增数十倍 最终似无尽大小 一剑落下中 就直奔转轮阵法而去 王力一步迈去想 站在这阵法之中 他神色平静 看着大剑呼啸 没有半点举动 任由此剑在这轰隆滔天之音中临近 仅仅是瞬息间 大剑就直接斩在了转轮阵法上 轰得一声巨响传遍星空 一道道无形的波纹 顺着阵法扩散 弥漫了这阵法的全部范围 整个转轮阵法骤然一阵 发出了嗡嗡之声回答 但却没有丝毫的损坏 而是在大剑落下后 转轮之下被囚禁的百万界外之魂 在痛苦的嘶吼中推动转轮 使得这转轮缓缓地转动起来 更是在这百万怨魂的身后 融入阵法内的界内阴魂 此刻一一飞出 他们的手里幻化出了一把把鞭子 狠狠地抽在那些怨魂身上 接着这股鞭打之力 使得那些怨魂吼声更为凄厉 把这痛苦化作了力量 去疯狂地推动转轮运转 轰鸣之下 这转轮便转动了一整圈 随着一圈转后 一股无法想象的反弹之力 轰然地就从这阵法内爆发出来 直接就涌入大剑之上 轰隆之声惊天 大剑被生生地崩开 向后倒卷中骤然崩溃四分五裂 随着其崩溃 其内十万元神立刻散开 一个个神色暗淡 可却没有死亡 而是飘散在了四周 五个盘膝坐下的大能 面色瞬间苍白 当守得个老者 嘴角溢出鲜血 但其目中却是战火滔滔 他双手掐绝 同时指向天空 沙哑的声音惊天而起 十万元神 十万修士 凝化生机寿元 凝出万万无尽岁月 我等十万修士 今日寄限全部寿元 换来远古一击 崩此阵 杀此人 老者喷出鲜血 在其鲜血喷出的沙 其身后四人同时喷出鲜血 一个个神色争女 低吼起来 与此同时 十万元神力俏的修士肉身 也在这一刻起起喷出鲜血 他们的样子 无论是年轻还是中年 在这瞬间全部苍老下来 那些原本就是苍老者 更是身体散出腐朽的气息 以十万修士寿元 换来的这一击 其威力足以达到巅峰 天地初开 这世间一片黑暗 没有光 没有生命 远古先尊降临 为演造众生 他召来远古的光芒 笼罩世间 以五等十万人的寿元 寄现出来 自远古诏约上 存在的远古先尊当年的道光 此光 为众生之芒 他可造出众生 亦可毁灭天灵 白发老者声音扭曲 嘶吼而出 随着其声音的传达 十万元神疯狂地融合在一起 彼此难以分开 化作了一片浓浓的迷雾 把这阵阀外的星空笼罩成一片黑暗 这十万元神锁化雾气 缓缓地转动 速度越来越快 到了最后 几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的尽头 仿若黑洞一般 通往另一个世界 轰鸣之声回荡 随着漩涡的转动 一道光从漩涡尽头的黑洞内 一闪而出 这道光是金色的 它刚一出现 就散发刺目之芒 直接冲出 在它冲出漩涡的一杀 四周无尽星空 全部都被燃成了金色 一刻凝固下来 隐隐地要停止一般 其上那些无数怨魂 更是发出痛苦的嘶吼 阵阵黑气从它们魂上散出 仿若要消散在这阵法内 太古星辰远处 长寸的身影幻化而出 他遥遥地望着前方 尽管距离很远 但他还是可以隐隐观察到这一次的战军 洞斧之羞的性命 老夫不在乎 你这十万羞是寿元所化的神通 就算是老夫对抗 也要颇为吃力 我看你用不用功 亡灵站在阵法中 看着眼前金光弥漫 从漩涡黑洞内扩散而出 一股来自仙纲大陆的气息 从这光内缭绕 这股气息 亡灵曾感受过 他双目平静 右手抬起向着界外抑制 坟界火散散开灭视 界外的星空中 在金光笼罩内 一把巨大的撑开的火散 轰隆而出 磁散一出 立刻就把金光向外推动 似格格不入一样 随着磁散的出现 一股灭视之火轰然扩散开了 七彩之道 运天地之变 在金色的光 红色的火 所形成的一片扭曲之响中 随着亡灵话语的平静传出 却见赤成红绿青蓝紫 七种颜色的光芒 杀凭空出现 他们从星空虚无而来 彼此在瞬间凝聚在一起 间就化作了一把七彩长枪 这远古之光破天而来 我便以七彩枪烘碎 破开的天 便以这坟界骨散补上 此光的确造化众生 但却抹杀不了王某 活在于七彩长枪 轰然爆发 王林大袖一甩 一步走回西子凤身边 从小锅内拿起酒壶 仰头喝了一口 酒还未闻好 西子再闻一会儿 未闻追酒入口 带着一丝寒意 在王林腹内化作一片火热 使得他仰天长小 右手一挥 酒壶重新落入废水的小锅内 抬头右手一指 阵外太古星辰 王某在此 三年内任何人要进入界内 须踏某尸体而过 一股豪情从此刻的王林身上扩散开来 随着其一指 单间阵法外的凭空出现的万丈七彩锁化长枪 传出一阵惊天呼啸 在其呼啸中 这把七彩长枪直奔上空 十万人神锁化漩涡尽头 从里散出的远古之光而去 这长枪一出 星空震动 七彩之色环绕 刺目惊心 更是有绝强的气势 从长枪上爆发出来 此枪之数 不属于这洞府的事件 它是属于仙刚大陆的神通道法 它是七道宗七彩仙尊之数 此数 是七彩仙尊的绝密神通 外人很难学会 也唯有疯子 以其在仙刚大陆的身份 类似强取豪躲一般 获得了这种神通 在这七彩之枪出现的瞬间 太古星辰内 长尊双目一宁 露出复杂的恨意 他神势摇摇看到远处七彩长枪 此数他曾自其师尊手中见过 更是在当年的洞府之战内 亲眼目睹其威力 主人 我自幼便跟随在你身边 这那么多年来 你从未把这种程度的神通传授于我 但你却把这神通传给 这区区一个洞府楼屹之羞 你生性刻薄 性格古怪多变 喜怒无常 无尽岁月中 我为你鞠躬尽瘁 可你挂薄至极 长尊南南 狠狠地握紧了拳头 转轮阵法外 七彩长枪光芒闪烁 呼啸中化作一道彩虹 直奔十万人神锁化漩涡 杀旧林记 与漩涡尽头散出的远古之光 轰南碰到了一起 在这瞬息间 轰隆之声在星空传导 形成了一道道如海浪一般的波纹 横扫四周 急速扩散推动下 掀起了滔天之威 在这轰鸣下 星空震动 似剧烈地摇晃起来 这种程度的轰击 已经撼动了一丝 这洞府支界的根本 在轰隆隆的巨像下 从漩涡深处传出的远古之光 四倍生生撕开 立刻崩溃 一通崩溃的 还有与其对抗的七彩之枪 它们同时瓦解 相互抵消之下光芒 刺目而起 但在下一袭中 这所有的光芒 全部消散 与此同时 撑开了坟界骨散 缓缓地转动起来 一道道灭视火焰汹汹而起 这些火焰随着骨散的转动 向着四周急速扩张开来 最终在这些火焰的环绕下 巨大的骨散直奔上空 没有了远古之光的漩涡 在漩涡的尽头 尽管远古之光崩溃 可还是有如黑洞一般的存在 隐隐的 似又有新的光芒 从其内要扩散出来 七彩之枪 只是阻断了这光芒一时 但却无法将其完全消散 毕竟亡灵是一个人 毕竟他不是七彩先尊 但他却是可以以枪断光 以伞遮天 此刻坟界骨散转动呼啸响 直奔漩涡 瞬息间就临近 巨大的散漠 直接就将漩涡尽头的黑洞遮盖 再将其遮盖的一杀 这把巨大的坟界骨散 传出了惊天的轰隆巨像 却见磁散猛的升空 直接就冲入十万元神所化的漩涡内 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堵住了 漩涡尽头的黑洞 在堵住黑洞的瞬间 火海轰鸣 焚烧十万元神所化漩涡 轰隆之声 在这一刻持续地不断回荡 肉眼可见的 十万元神所化的漩涡 在这轰鸣中崩溃 其内十万元神 起起喷出新神之气 直接倒卷散开 更由于那些被这火焰碰触 直接就焚烧了一切存在 烟消云散 在这漩涡崩溃后 那些没有被焚烧死亡的元神 在这重创中 一一回到了各自肉身内 还有五个大能的元神 也同样规巧 就在他无人元神入体地杀 这五人同时喷出鲜血 不但是他们 还有数万修士 此刻一一睁开双眼 面色苍白中鲜血从口中喷洒而出 亡灵站在转轮阵法内 连续施展了七彩支枪与分界骨散 即便他修为到了空灵中期 但仍然是不小的符合 此刻看似如常 但实际上却是体内气血翻滚 元神传出阵阵刺痛 再来 亡灵大袖一甩 向着阵法外太古星辰的修士 森森的开口 五个大能 神色违密 双目露出暗胆之色 可此刻却似由不得他们退后 他们接到的长尊会封命 一旦退后 代价将是全族老少被抹杀 他们不得不战 此刻这五人同时传出咆哮 起身之中当手的白发老者 大吼一声 战车 红击 随着其吼声 数十辆被奇异兽皮包裹的 争鸣战车 在诸多修士的推动下 轰动上前 战车上的兽皮 更是被一把掀开 随着兽皮的掀起 一股苍老古老的气息 直接就从这数十辆战车上 扩散而出 这数十辆战车 就是与当年风阵内的第六龄 火焰头时车一模一样 只不过他们上面没有火焰 但凶残的气势 却是丝毫不落半点 这十多辆战车 是长尊会的质宝 他们每一辆都需消耗 无数材料才可炼制而成 且最重要的 便是每一辆战车上 都会有一头远古凶兽 织魂镇压 远古凶兽 他们尽管是在这洞府界内诞生 可他们的祖先 却是当年七才的 尊从仙刚大陆带来 此后繁衍而出 尽管他们不再属于仙刚 可在他们的身上 却是有仙刚大陆的气息 这些凶兽 在仙刚大陆 便是等级不同的仙手 他们的魂 更是蕴含了 其仙族的一那些记忆 此刻环绕在这 数十辆战车上的凶兽 有万丈长龙 更有样子奇异的恐怖之手 甚至在最后一个战车上 出现的凶兽样子 就是亡灵曾经见过的极穷 吼声惊天 在这十多辆战车上的 远古凶兽之魂 在疯狂的咆哮下 这些战车的头饰臂内 立刻就一个个抱着 必死之心的修士 盘膝而坐 这些修士身上 散发出了死亡的气息 他们的双眼内露出疯狂 在坐下之后 但听轰隆巨像惊天而起中 他们的身体被狠狠地抛出 化作一道死亡的流星 直奔转轮阵法而去 这些修士抱着必死之心 在被抛出之时 一个个身体直接爆开 以形神俱灭的代价 爆发出了其身面的最强之力 轰在了转轮阵法之上 若是把转轮阵法比喻成水面 那么这些疯狂的修士 就是石头子 在落入水面之时 掀起了一层层涟漪的波动 亡灵在阵法内 看着外面战车的一次次轰鸣下 跑出了越来越多的修士 这些修士全部以死亡为代价 轰在了阵法之上 只是以他们的修为 只能让这转轮阵法略有扭曲 但却不足以毁灭此阵 可亡灵的神色 却是慢慢的凝重起来 其双眼露出了奇异之芒 不对劲 耳边轰鸣回荡 一个个界外修士 化作死亡流星 轰在阵法上 他们的身子尽管爆开 可却有一股死亡的气息 被留在了阵法之上 这股气息 蕴含了一个个战车射出时 送出了战车魂力 随着越来越多 最终在阵法上 隐隐地以这些修士的死亡 形成了一个诡异的符文 就在这时 突然阵法外的一辆战车上 原本应该被抛出的修士 其身子几乎刚一被投出 便有一声惊天的咆哮 从这战车上环绕盘去的 阵谷万丈长龙口中传出 死亡原本闭着双眼 但此刻突然睁开 露出凶光的同时 一口就将抛出的修士吞噬 咆哮中其身子一晃 居然冲出了这战车 直奔阵法 似阵法之上形成的符文 对其有致命的吸引力一般 时而这长龙不顾一切的冲暗 在这长龙冲出的瞬间 又一辆战车上 一个如圆球一般大小 样子诡异的凶手 直接睁开双眼 带着凶残轰弄而去 与此同时 其余的战车上 几乎所有的凶手 全部仿如苏醒 带着咆哮 一一冲出 其中就有诸多头颅的几穷之手 轰的一声 远古万丈长龙 第一个撞击在了阵法上 在其一撞之下 阵法轰鸣 剧烈地扭曲起来 转轮下的无数戒晚奴役怨魂 立刻发出凄厉的惨叫 更由于那些瞬息崩溃 身子呈圆形的另外一头远古凶手 随之而来 其身子如同一个巨大的球体 在长龙后面 狠狠地撞在了阵法之上 轰龙之声传遍八方 阵法扭曲 波纹急速回到 紧接着 随着十多个 远古凶兽之魂的同事来临 轰鸣惊天而起 这转轮阵法 立刻震动颤抖起来 亡灵在这阵法内 感受到了阵法的波动 看着一头头正名的凶手 双眼露出了寒光 远古凶兽 王某也有 且不是魂 而是有肉身 还存活的远古巨兽 亡灵右手抬起 猛的一直点在了眉心 一直落下 亡灵的眉心中 立刻就一个漩涡出现 一股沧桑的气息 从这漩涡内涌出 紧接着 便有幽光一扇 在十多个远古凶兽的撞击下 这阵法扭曲不断 轰鸣此起中 在亡灵的身前 许久没有出现 性格胆小至极的幽冥兽 幻化 幽冥兽之道 很难形容 此刻仅仅是幻化出一个虚影 就把这片区域的阵法 似要完全占据一样 巨大的虚影 会给一切看到之人 一种来自新神的志强为样 这虚影一出 正快速的石化之中 阵法外疯狂撞击的 十多个远古凶兽 却是齐齐一顿 纷纷看向幽冥兽 一股来自灵魂 即身处的颤抖 弥漫了这十多个凶兽的魂 让他们在这一瞬间 居然颤抖起来 低后跑小间 齐齐腿后 此这股即身处的颤抖 让他们无法对抗 更是让他们害怕恐惧至极 慢慢的 随着幽冥兽的身体 完全的凝聚出来 十多个远古凶兽咆哮中 全部腿后 幽冥兽出现 此兽一出 其庞大的身子 有一半延伸出了这阵法外 因其身子太大 这延伸出的一半身体 直接就碰到了一个界外的修士面前 与修士之间不足一丈 修士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本就原神受创 此刻整个人呆在了脸 正正的望着一丈 外如天一般的巨大凶兽 脑子里失去了一切的思考 幽冥兽同样神色呆滞 双眼露出迷茫 似还在思索自己 这是在是那么地方 他呆呆地望着前方 无数界外修士 呆呆地看着那些 咆哮退后的十多个 在他感觉 猙獰可怕的远古凶兽 他性格中的胆小 立刻就爆发出来 他身子下意识地一颤 这一颤之下 星空震动 传出大量的波纹回旋 如同波浪一样横扫四周 但很快 他就看到了 距离自己 这一眼之下 他愣在脸 终年修士面色惨白 在短暂的沉默 与幽冥兽的目光对望后 发出了一声 惨绝缘缓的尖叫 其身子疯狂地退后 双手挥舞 似忘记了神通与印诀 只是下意识地去挥动 他被吓得已经忘记了一切 只是 他的这一声尖叫 却是同样将这胆小的幽冥兽 吓得一哆嗦 双眼的迷茫顿时就被恐惧取代 同样发出了惊恐的嘀吼 他很少与人如此接近 这样的距离所产生的恐惧 让他感觉可怕的 欲要昏厥过去 只是其吼声 在后退的中年修士听来 让其心神几乎要崩溃 居然自己喷出了一口鲜血 不惜代价施展了血盾 化作血光急速逃走 这血光 还有十多个远古凶兽 后退时的咆哮 更是再次刺激了 这胆小的幽冥兽 让其目中的恐惧 几乎达到了巅峰一般 在他的记忆内 他自己也记不得 是否曾经看到过 眼前这些凶兽 但此刻的他 却是被这些凶兽的样子 生生的吓到了 被方才如此近距离的 接触给修士惊吓了 在他感觉 这些凶兽实在是太可怕了 实在是太凶残了 实在是太恐怖了 在这弥漫了全身的恐惧中 这幽冥兽的双眼受惊的手缩 其身子剧烈的颤抖 就要向后退去 与此同时 他更是被这些凶兽的样子 吓得再次发出了一声 剧烈的吼声 这吼声从其口中传出 轰隆隆传遍四周 化作惊天音浪 滔滔而起间 取代了这天地一切的声音 足以震哄任何修士的心声 十多个远古凶兽之魂 立刻发出凄厉的嘶吼 退后更快 他们的眼中露出深深的恐惧 来自他们仙族中的记忆 让他们根本就不敢 生气半点抵抗执心 只是 他们凄厉的嘶吼 落在幽冥兽耳中 确实让这幽冥兽 更加颤抖害怕 他想要离开 小后退 他恐惧至极 幽冥兽的出现 惊恐的不仅仅是这十多个远古凶兽 还有四周数万修士 这数万修士上是第一次看到幽冥兽 看到如此庞大的凶兽 他们心神颤抖 尤其是幽冥兽惊恐的吼声 在他们听来 哪里有半点惊恐的意思 这吼声反倒是让这些修士恐惧中 纷纷后退 就算是五个大能 此刻也是愣了一下后 面色大变的后退 他们尽管不知晓此兽的神通为何 但面对一个如此巨大的凶手 自然而然的就有一股威压将他们弥漫 只有王林一个人知晓 这吼声是代表着幽冥兽 被彻底的惊吓 甚至这惊吓隐因有那些 超过这幽冥兽的胆子 他更是苦笑中察觉到 幽冥兽的双眼 伺有了一片白色 这胆小的幽冥兽 居然出现了被吓得昏厥过去的迹象 其实也难怪他会如此 那些远古凶兽的样子 实在是太猙獰可怕了 王林身子一步迈去 直接就出现在了这幽冥兽的身上 这幽冥兽的身子 与往常不太一样 以往是很坚硬 可现在却是不知为何 容忍了不少 王林无暇去思考此事 他右手抬起在幽冥兽的身体上 轻轻一拍 传入一道心神安抚的同时 更是以彼此的联系 向着幽冥兽发出了一道命令 幽冥兽在这安抚中 刚刚有那些恢复 双眼的白色隐隐消散 不再昏厥 可立刻就被王林的这道命令 翻起了更多的恐惧 他大头猛的一晃 撕在摇头 眼中的恐惧 让他不敢去吞噬这些远古凶兽 只是他这摇头的动作 却是给那些退后的修士 与十多个远古凶兽 带来了更猛的惊恐 他们则那么看 这巨大的幽冥兽 都此想要冲出的样子 不过这幽冥兽 与王林心神相连 在王林的强力命令下 他尽管恐惧 可还是张开了大口 发出了更强烈的咆哮 来给自己壮胆的同时 猛的一吞 这一吞之下 在其上方 顿时就出现了一张幽冥之口 其内涌现出一股惊人的吸扯之力 以吸之下 十多个远古凶兽惨叫中 身子无法前行 扭曲挣扎中 一道卷被吸入幽冥之口内 不仅是他们 还有数万修士 也有要被吸入进来的样子 可却被王林右手 在幽冥兽身上一拍 阻止其吸收这数万修士 王林了解这幽冥兽 一旦他吸收了这数万修士 怕是又要沉睡消化很多年 这样的结果王林不想要 这也是他在之前的罗天战场 没有召唤幽冥兽的原因 此兽吞噬十多个 远古凶兽知魂 不会沉睡 而没有沉睡的幽冥兽 对于王林来说 帮助更大 在数万戒外修士的恐惧中 幽冥兽的大口缓缓地闭合 但很快就再次打开 在那些戒外修士 包裹五个大能的惊恐下 他打了一个颤抖的宝哥 眼中露出委屈与害怕的神色 他一直到现在 还仍然害怕十多个 被吞入肚子里的凶兽 他不喜欢吃这些远古凶兽 他们不好吃 他们很可怕 在那些戒外修士的目瞪口袋中 王林传出信念 让这幽冥兽化作戒子 回到其体内 这信念的传出 让幽冥兽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消散无影 快速地容忽王林眉心 这一次他出来 被吓得身子都快软了 他需要好好的休息休息 平息之间扔剧烈跳动的心脏 十万元神召唤 远古照月中存在的远古之光 还有十多辆长椎 会保存的智强战车 此刻都一一地回在了 这三大转轮阵法之前 但戒外之休 还有最后一物 与铁链连接的巨大石碑 在骑上连接的铁链 摇晃的末端 拴着的九个巨大的棺木 此刻在戒外修士 还沉浸在幽冥兽的海燃中 巨大的石碑 立刻骑上就有九道符文 急速地闪烁起来 随着其闪烁 九道符文化作九道气息 顺着铁链蔓延 直奔九具棺木 在融入九具棺木的沙 蓬蓬之声绝天而起 却见九具棺木的盖子 在这瞬息间轰然崩溃 四分五裂 随着棺木盖子的碎开 一丝丝黑色的长发 如同杂草一样 妖艳地从九个棺木内蔓延而出 转眼之下 长发就弥漫在了这星空里 守护我界外星辰 悠悠岁月的太古皇神 你的身体分成了九份 今日九体归一 召唤你不灭之魂 轰开此阵 诛杀此人 五个大能同时跪地膜拜 咬破舌尖喷出原神惊血 血液一出 就立刻背着九个 长满了头发的棺木顿式吸收 一同喷出原神惊血的 还有此刻在这星空内 残存的数万修饰 他们的鲜血喷洒 急急背着九个棺木吸收待机 随着吸收 轰动之声回荡星空 却见九个棺木 骤然间一一爆开 一股古神 古妖 古魔的气息 交错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稻谷之力 从这九个爆开的棺木内 惊天而起 这股气息 属于稻谷 属于眼末 亡人双目露出极为凝重之色 它站在阵法内 死死地盯着九个棺木 它没有想到 界外居然会有这 如此精纯的稻谷气息 不是左眼 若真是左眼 气息会比眼下更强 但若不是左眼 这又是神呢吗 随着棺木的爆开 从第一个棺木内 在诸多的碎片 向着四周急速卷动中 露出了一个赤红色的手臂 这手臂长满了红色的毛发 看起来不像是人手 更像是兽臂 猙獰的五指 锋利的指甲 在出现的瞬间 就爆发出一股惊天凶眼 这股凶眼 同样来自于道骨的气息 这是一只左臂 红龙直升陆续回旋 却溅在另一个爆开的棺木内 同样阴森可怕的右臂 漂浮而出 急上红毛摇曳 一根根皮肤下的青筋骨气 在缓缓如动 看起来触目惊心 紧接着 两条散发道骨气息的腿 一一在棺木的崩溃中 显露出来 远远一看 这一幕极为惊人 往你一眼看去 双目的凝重更浓 轰的一声 在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棺木陆续的爆开下 被分成了四分的无知躯体 在道骨气息的扩散中 证然出现 诡异的融合下 一个巨大的躯体 漂浮在了这星空中 与此同时 双臂双腿呼啸而来 与这躯体立刻连接 形成了一个无头的完整肉身 这奇异的存在 属于道骨叶末的气息浓浓环绕 第九个棺木 轰然爆开 碎片四散之中 一个头颅默然而出 这头颅的出现 立刻就使得四周 之前蔓延的无尽黑发 齐齐一动 卷向头颅脑后 形成了其扑展开来 如扇子一般的长发 头颅 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闭着双眼 相貌平凡 可却又说不出的 威严弥漫 让人看只一眼 便毁心惊 更是让王林双眼瞳孔一缩的 则是这男子头颅的眉心 有两个星点 这两个星点 是古神之星 尽管只有两个 但此星却是与王林所见的 一切古神之星完全不同 星点远远一看 更像是两滴鲜血老一 就在这时 头颅一动之间 立刻就与身躯连接 在他们连接的一杀 一个完整的身体出现 与此同时 男子的双目突然睁开 随着其双眼的开合 两道奇异之王 顿时闪烁而出 星空一枕 似要崩溃 从这男子身体内 立刻就有恐怖的围压 轰隆而起 在他的左眼内 三颗妖星闪烁 在其幼母中 三颗魔星辉耀 他是谁 王林盯着中年男子 在他的道骨记忆内 根本就没有与这男子 有关的线索 且他可以确定 此人绝非道骨左眼 其气息尽管强悍 但却显然无法 与道骨左眼媲美 但这男子身上的气息 却是精纯至极 是真正的道骨气息 王林身上 尽管也有道骨气息 但是传承而来 与其自身融合后而成 虽是道骨 可却不是叶末的气息 但这男子身上散出的感觉 却是属于叶末 太古星辰中 始终一身是 遥望战场的长尊 此刻双目露出寒芒 这九个棺木内封印之人 是他长尊会的至宝之一 此物试着无尽岁月中 被他与七才道人多次搜集 最终凝聚而成 为此还掀解了一次次的杀戮 不到万不得已 他也不愿拿出 此物对他的未来有大用 但此刻 为了逼出王林的两宫之力 他这才取出此物 交给太古星辰之修 取轰杀王林 他尽管还不完美 还差一滴 但他们都是传承道骨 自相残杀之下 引动的天变 或许可以让这阵法出现裂痕 长尊目光闪烁 与此同时 在这阵法外中年男子 身躯九分凝聚在一起的瞬间 罗天星宇深处 有一片区域 这里一眼看去苍茫无边 没有任何修真心存在 甚至连生机也是一似没有 但在这片星宇内 有乾坤 这乾坤是一片冰封的世界 这整个世界存在于 一粒尘埃内 其大小无际 凤眼望去 这世界的一切 全部都被寒冰封住 甚至就连云朵 就连大地 也全部散发寒气 这里是往昔的东林星所在 这里是罗天星宇 唯一的一个 远古修真家族所在 这里有一个女古神 界内界外的大战 尽管波及了四大星宇 但战火却是没有燃烧到这里 作为传承之 远古的修真家族 他们既然有办法 此刻在这冰封的世界中 一处看似祭坛的山峰顶部 在寒风呼啸街 一个容颜美丽的女子 盘膝坐在祭坛上 她的眉心 有七个古神星点缓缓转动 其闭着的双目 在瞬间睁开 遥遥地看向远处 我感受到了 副祖血脉的气息 陈音中 这女子右手抬起再眉心一点 其眉心七个星点旋转加快 连成一片 隐隐一看已经模糊 就在这模糊中 却见七个星点 居然诡异地融合起来 沙间七星合一 形成了一滴血液印记 这血液印记 在这女子眉心 散发出赤红色的妖艺之芒 转轮阵法外 被分成了九份 重新凝聚在一起的中年男子 在其睁开双目的沙 向着转轮阵法中 神色凝重的亡灵 发出了一声嘀吼咆哮 在其咆哮的同时 她的右手抬起 向着阵法内的亡灵摇摇一指 直去的瞬间 这男子的右手 掐出一个奇异的印诀 此印诀没有任何的攻击之力 它更像是一个 象征一般的手印 掐出之后 这男子右手收回 按在了胸口 其双眼内 骤然就有一股惊天战意 滔滔而起 古族战业 王林在看到这印记的沙 眼中同样爆出战意 在王林的道谷传承记忆内 有这样一个印记 它是在古之三祖中 亦或者说是在道谷所在的古国内 一个至高无上的印记 这印记 名为战役 它是古族之间相互交战时 所指之人 必须要接受这场战斗 这是生死斗 一旦死亡 则以古族为名 对方的一切都将属于战胜者 若见此印后不战 则不配称之为古族之休 这一点与那些仙人完全不同 此印一出 必须要战 当然 若是双方修为相差选殊 则也可必战 但若是修为相差不多而又不战 则在古族中 便是弱者 而弱者无法生存 施展了战役 中年男子盯着王林 等待王林的选择 王林沉默片刻 其眼中的战役轰然爆发 他右手抬起 一只阵法外的中年男子 同样掐出了古族战役后 按向自己的胸口 在他这个动作做出的瞬间 中年男子仰天发出一声咆哮 千丈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巨人一般轰隆前行 直奔阵法而来 王林体内立刻就有砰砰支声回荡 向前一步走去 在其走出的伤 他的身体疯狂的膨胀起来 十丈 百丈 数百丈 直至千丈巨人 一步之下 王林第一次走出了这转轮阵法 站在了太古星辰的星空之中 在中年男子咆哮来临的同时 从王林的口中 同样传出了一声轰隆隆的咆哮 站 你要站 便站 王林从不会认输 他这一生便是在 一次次的战斗杀戮中度过 面对古族中年男子的挑战 他没有道理去拒绝 他也不会拒绝 他要战胜对方 他要获得对方的一切 对方身上的道骨气息 对王林的古神星典达到八星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在王林走出阵法的瞬间 中年男子牵杖的身子骤然而来 其右手抬起 狠狠的一握拳 一甩之下轰隆之声惊天 一拳直奔王林轰击而来 古族交战 以肉身为主 神通辅助 但归根结底 还是要依靠恐怖的肉身之力 古族修士的肉身 一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好 便是天地小而身不小 天地面而身不灭 此刻一拳轰来 杀就临结王林不足百丈 百丈的距离 对于王林与中年男子来说 已经急剑 王林双眼战已滔天 同样右手握拳 在对方拳头来临的杀 一拳轰出 不用说话 不需交谈 战役一出 战就是战 二人的拳头越来越紧 直接轰击在了一起 在这一杀 一声震动了戒内 传遍了界外的惊天巨响 如风暴一般轰鸣而起 一股狂风从二人拳头碰触的地方 轰隆爆开 向着四周倒卷 吹动了王林的白发 卷起了中年男子的黑发 在这黑发与白发的舞动下 掩盖不住二人双目内 在拳头碰到一起时 爆出的古明亮如羊的战役 阵法内的西子风 面色苍白 望着阵法外的一切 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不想让王林分心 沉默中 他低下头 继续为王林温酒 他相信王林不会摆 王林身子一震 体内气血翻滚 一口鲜血体内涌现 在其嘴角一出 他的身体更是在这震动下 向后退出了树步 每一步退出 都是轰的一声 似踏在了这星空的脉搏上 使得星空颤抖 众年男子右臂传出 砰砰巨响 一道道无形 波纹从其手臂上散开 他的嘴角同样一出鲜血 身子蹬蹬蹬退后树步 能一击如此 直接的就让王林受伤 休是之中 除非是休为 高出王林一大计 以神通相互对抗 震动之下方可达到这一点 但在古族之间 肉身的恐怖之力 却是可以在彼此的轰击下 以相近之力 就做到这一点 这是古与仙的不同 退后中 王林右脚再后猛地移他 阻止了身形向前一步走去 他的双眼站一更浓 低后中再次冲出 中年男子同样阻止了身子的后腿 在王林冲来的瞬间 咆哮而起 红龙之声再次回旋星空 二人在这瞬息间 却是彼此一拳头 直接地轰撞了九次 每次二人拳头的碰撞 都会化作大量的波纹 向着四周横扫 九拳之后 传荡出的波纹 如同汹涌的浪桃一般 扫动星空 使得数万界外修士 骑骑后腿 直至退出了十万丈外 这才停止 一个个骇然的以神识 看着远处两个巨人 在疯狂的刺伤 转轮阵法 也在这波纹扫动间 出现了大量的扭曲 承受了一波波传递而来的冲击余力 九拳之后 王林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如同被九个修真心 连成一条直线撞击 周然后腿 眼看就要撞在转轮阵法上 但其身子却是猛的一顿 在数万丈外停顿 擦去嘴角鲜血 咆哮地迈开大步 再次冲来 在二人之间的星空中 此刻弥漫了二人喷洒的鲜血 其中有一滴在这冲击下倒卷 滴在了王林的脸上 鲜血不是他的 而是属于对方 抹去脸上对方的滴鲜血 王林放在嘴角舔了一下 双眼战一昂然中 露出奇异之芒 其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这次他双手同时挥出 双掌扣住 双拳合一化作一个 在冲出时嘀吼一声 其身子直接向着星空 狠狠地一塌之下 在星空颤抖中 他的身体直接跃起万丈 如此一来 王林与中年男子之间 便是一上一下 在其上方 王林双拳扣住一起 向着下面中年男子 狠狠地挥舞杂取 中年男子身子一顿 猛地抬头 在王林砸来的杀 他右手掐绝 向着上空一指 却见在其身后 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骨神虚影 这骨神虚影庞大无比 穿着完整的一套铠甲 骨神虚影同样抬起右手 一直向着王林轰隆暗去 骨神一指 巨大的虚幻一指 瞬间就与王林抡起了拳头 直接就碰到了一起 远远一看 这一幕如画一般 若能保留在画卷上 足以撼动一切 看到之人的心身 星空试着画墓的背景 王林在上 其千丈身子带着碎底的轰击 融入扣在一起的两拳之内 向着下方轰隆砸去 下方中年男子黑发飘动 抬头中双眼金光闪烁 一指出 其身后虚幻如几笔勾勒出的 庞大骨神虚影 一指随动而起 因其身子太大 孤儿仅仅是抑制 也足有百丈之大 指出之计 指本王林 轰个一声 王林的双拳就以虚幻骨神的抑制 碰到了一起 轰隆之声似要碎开者星空 向着四周隆隆回荡 王林喷出鲜血 满头白发急速卷动 但其身子却是没有后腿 而是在一声惊天的咆哮下 双拳随着身子向着下方轰然而去 虚幻的骨神一指 直接崩溃 被王林双拳穿透 似生生的劈开一斑 从中间一分为二 轰然瓦解 随着其瓦解 王林的身子穿透而过 崩溃了虚幻的骨神手指 碎开了骨神右臂 更是直接从庞大的骨神 虚影身体上直接轰下 将其身体彻底的分裂开来 在骨神虚影全身崩溃 消散的沙 王林夹杂的万军之势 带着一股凶杀之念 直奔中年男子 这一切都是杀奸发生 几乎转眼之间 王林就与中年男子 不足几十丈 几十丈的距离 对于古族知秀来说 如同凡人之间不足七尺 瞬息一过 王林的双拳 就与中年男子的手指 骤然碰触 卡卡之声在轰鸣巨响下 也难以掩盖 中年男子的手指 直接爆开 骨肉模糊 鲜血横飞 其身子更是喷出鲜血 急速的腿后 他的一根手指 岂能与王林双拳比较 此刻崩溃 王林的双拳直接就落在了 这中年男子 后腿身子的胸口 狠狠的一砸之下 中年男子身子矩阵 轰得一声 其胸口指甲凹陷下去 但他毕竟是与王林起骨相当 此刻尽管受创 但却在喷出鲜血的同时 其右脚抬起 向着王林横扫 与王林的双拳轰在一起 一股大力从其右脚内传出 在王林双拳之力 全部爆发出来 隐隐宣现而出的关键时刻 落在了王林双拳上 王林身子一阵 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向后抛出数千丈 其双臂隐隐颤抖 刚才的一击 他尽管没有施展古神神通 但却是他传承了古神语到古后 能发挥出的最强肉身之力 这一击 就算是空灵修饰也要直接崩溃 就算是空灵修饰也无法对抗 即便是空拳中期 也要施展莫大神通方可阻挡 古族战役 生死斗 但凡是生死之杀 勇者方圣 王林不却勇猛 他此刻红着双眼 神色猙獰中不顾伤势 在腿后中身子一化 再一次冲出 直奔中年男子 杀 一声大吼 王林吼出了这场战斗中的第一句话 第一个字 随着其声音咆哮 此刻的他如同凶神恶上 使得后退中的中年男子 面色第一次的变了 古妖通天 这中年男子左目一闪 其内三颗妖心化作了三滴血液 直接从其左目飞出 在其身前 骤然就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古妖虚影 这古妖虚影的左目内 居然有九颗妖心弥漫 此妖一出 立刻就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 却见其身子急速膨胀 向着王林张开大口 吞手而去 古魔是地 中年男子右目三个魔星飞出 三颗魔星 便是三滴血液 其内爆发出一股精准的魔气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古魔虚影 这古魔一出 天地色变 星空震动 古神一怒 中年男子眉现两个古神星点 忽然闪烁出现 如两滴血液 散出了今天的古神气息 在这气息的融合下 古神虚影再次出现 这次出现的古神虚影 带着无边怒意 向着王林低后 副祖道鼓 凝化古影 中年男子一声大喝 却见在其身后 在古之三足的虚影后面 一个更为巨大的身影 照然出现 这身影 王林熟悉 他正是道鼓叶末 与其相比 古之三足的身影 根本就是微不足到 如同孩童一般 随着叶末虚影的出现 中年男子双手掐绝 向着王林猛的意志 我为道鼓之子 你给我付传承 今日我要收回你之传承 在其意志之下 古之三足虚影轰隆而出 还有叶末的虚影 也是脉搏而去 指本王林 叶末无子 其死前挥洒三千血液 化作古之三足 这三千血液中 或许有九滴是其心头之血 其内蕴含的古族气息极为浓郁 你恐怕是被界外长尊等人 在这无尽岁月中 灭杀了无数古之三足后 从他们身上凝抽出的 九滴心头血所化 就算是这样 你如今也只是凝聚了八滴而已 王林眼中露出金光 这一切他在方才 舔去对方滴血液后 便脑中展开了分析 站至现在 他已经有所确定 在古之三足虚影 还有道鼓叶末的身影 临近王林的瞬间 王林眉心七个星点 左目右目所有古腰古魔星点 急速旋转起来 随着他们的旋转 在集体内不断的融合下 随他的道鼓气息 骤然爆发出来 在这气息扩散的沙 在王林的身后 道鼓叶末传承而来 形成的个没有了 左目的道鼓头颅 直接出现 这是一场道鼓传承 与其心头之血 所化之子的生死斗 若王林省 则他可以吸收对方的一切 也就是八滴道鼓精血 这八滴精血 很有可能让王林身上的 古神星点 凝化出第八个 更是可以让其古腰 古魔星点再次增加 这一切将是其二次去 古之目的 获得完整传承的契机与造化 那么王林要怎么击败 带着自称叶末之子的道鼓呢 后续剧情 大家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